我們會找人找人 學時代表長過60年的林燕的老師 開學柵器所驗發的藍胎七七的技術 大學堅持柯田來教學和他同學創作的學員 經過這兩位學生在南北縣政府文化協作成功登場 全身都會過敏之前 過敏當然全身 對對對 這是花器 還有一個算是茶盤 其實他這樣做編法不是非常的難 可是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從花器來講 他有做山道文 然後一個青海邊 再一個松葉邊 這些計畫其實是我第一次學 所以我就覺得說很棒 學官就用所有不同的技術所創作的作品 每個都是獨立無知 尤其由拍照的開始到來完成 學官感到有挑戰性和新主感 你從無到有 從破竹刮青開始 從一個東西 創一個頂子來 變成一個作品 你會很有成就感 李燕的老師 暫緊在地就跟工具新主張的所影 他所驗發的藍胎七七的技術 拿提升作品的技術感 也有保證性 為了提供南道館傳統的工具 也不分優秀的人材 南道館政府文化協 特別來開設這項認識課程 就純粹工藝跟藝術的角度來講 其實也算是另外一種藝術品不同媒材的結合 也可以算是一種藝術基因的改良 兩者進行結合之後 那感覺又完全不一樣 特別是在今天這個時代 我們講究環保 講究生態保育 創作的民眾全都參觀 記者你們先差不多